陀佛 道理發生什麼事情啊 電話裡頭那個人需要我的幫助 可是他沒說他是誰 他在拿 我該怎麼幫他 誰來告訴 appreciative WHO 身為WH 疑問詞的其中一名重要成員 在日常生活中可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在疑問劇中使用who的時候 通常就是在問誰怎麼樣怎麼樣 就像我剛剛電話中說的 Who is this 就是在問電話裡頭人是誰 這樣的劇情就是用在who作為開頭 後面是情況接上動詞、逼動詞或是助動詞 來詢問事情囉 像是我說的另外一句 Who can tell me 這是who加上助動詞加動詞加受詞的用法 意思就是像是誰可以告訴我啊 再舉另外一個who後面接上一般動詞的句子 像是who killed those people 有時候我到災難現場為食一萬 不見敵人蹤影的時候我就會這樣問 who killed those people 到底是誰 是誰殺了那些人啊 哎呀有問就有答 答覆who一問句的時候 a也是很簡單喔 先從問句裡的動詞來去判斷 像是回答who is this 的問題的時候 b動詞問就要用b動詞來回答 通常這樣who is blah blah blah的句型 就是在問這個人那個人是誰 那你回答呢就可以這樣說 this is albie 或是直接簡答albie就好囉 who就是在問誰 所以呢回答呢就是用人來給答案囉 而誰可以告訴我呢 who can tell me 一樣用主動詞can來回答 就像是說no one can tell you 欸沒有人可以告訴你啦 沒有錯who就是這麼簡單啦 那大家有看過上一集 復仇者聯盟嗎 最後好多人都消失了 你如果問我who killed those people 那我會告訴你Thanos Thanos killed those people 他那麼什麼歪理我才不相信 對我來說他只是個可惡的老頭子啊